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ven 今天跟大家吃一個燒鵝 其實燒鵝我之前去過中環用機 今排燒鵝我都想過來試一下 不過要等到現在有少許時間 主要看到今天是遊客為主 我們今天是星期六的下午 我打算2點多會少些人 但我身後排排三十張桌子 現在大概等了半小時 但一場來到 我都想看看這間餐廳究竟是否這麼好吃 其實它背景就略略跟大家講一講 它是容忌即是金家的第三代開出來的 亦都是連續九年米芝蓮一星的食虎 即是那間鵝就很把炮 故意抽少許時間進去 嘗試燒鵝是甚麼情況 這間餐廳就很受遊客的歡迎 是否真的那麼好吃 即管跟大家試試 希望我努力 都可以令到大家 即是新觀眾都可以按個訂閱 大家都想我接下來 拍多一些名店 即是那間鵝就很厲害 名字很響的餐廳 希望我實際上去 進去試一下 看看是否OK 盡量給個讚 讓我知道 你們都喜歡這間鵝的影片 又或者你可以在下面 列出一些餐廳 想我真人實測 進去看看它的質素 記住可以在下面留言 講回今天這間餐廳 我來到 剛才進去拿了票 燒鵝的下裝已經賣光了 還有肥洞叉燒也賣光了 不過環境其實我都在說 因為裡面真的太大 大概30個位置左右 大家都逼在一起吃 環境就不多說了 遊客多 即是始終做得久 有些燥底 最主要我真的看回 食物質素可以不可以 而且這麼厲害 一直都沒有時間 那今天 儘管過來這裡試一試吧 好一下打開餐廳 就講回去 祖父 1942年 就容忌酒家 這裡已經是第三代的 傳人去做的 這裡 最主要看回 這個菜單 就講一講 它就講回 上裝就是空位 上背上翼 它的肉就會比較厚 還有金香油脂會比較少 這個大家都明白了 下裝就是腩位 底位 比較濃郁 比較肥 價錢 剛剛也有說 上裝下裝 半隻 全隻 $170 $220 $330 $600 最出名就是肥隆叉燒 $170 還有$220 看看它有沒有貨 今天不知道有沒有貨 其他的 金牌滷水 就有些 價錢$100 就有些小色的 70元的鵝熊 泰智撈麵 即是燒鵝油撈麵 對 燒鵝油撈麵 $40 那餐牌呢 大家可以自己再看看 其實食物種類不多 都正常的 不過位置 真是挺逼 都沒辦法了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點菜 有下裝 剛才進來他說沒有 對 剛才進來他說沒有 現在進去 現在進去 因為太多人吃了 有個熱情 知道 知道 好 剛剛進來了 地方淺窄 希望大家都不要介意 我就要 迫迫劫 就不會影響到別人自己拍 剛才見到 我身後有很多星星 排隊的時候 就問過這邊的視影 他就說 下裝已經沒有了 外面的菜單 都見到是下裝沒有了 但是我肯坐下的時候 我再問他 特別的 全部都有了 肥焦叉燒 包括肥焦叉燒 還有下裝 全部都有 我們點了四樣東西 今天就很簡單 就是金牌燒鵝的下裝 又有了 韭菜 鵝紅 肥焦叉燒 還有太子撈麵 這四樣東西 就是他們 這裡的招牌菜 不用說了 如果四樣不行 就完全沒有需要來的 要提提大家 有時候會暫停 即是下裝 譬如我等的時候會停 那無端端它又有了 沒有它未必是沒有的 可能等半小時一個小時 它燒起了 又會有了 我等待東西來的時候 都略略 講一下這間餐廳 其實都幾有爭議性 很多朋友來 其實都有不同的意見 我自己對我來說 以一個漂亮的燒鵝 最重要的 皮一定要夠脆 另外肉要油脂豐厚 有金香味 吃進口 就是很juicy 有彈性 才是為之漂亮的 好了 這裏我就離開了 我們的食物 包括下裝 另外這個太子 即是鵝油撈麵 另外就是鵝紅 肥焦叉燒 全部離開了 都幾快手 大概十分鐘 就離開了 這裏一條過 這個肥焦叉燒 就一百七十元 這條東西 看上去其實 都英俊的 它焦邊位 其實就少少 不是很多 少少頭頭尾尾 上面這一格 就是叉燒 即是梅頭肉 中間都是 真的有少少肥肉 這個底下 你見到它醬汁不多 全部就是 靠蜜糖 就上一上 塗一塗蜜糖 這個梅頭這個位 它上層真的 比較瘦 有些蝦層比較肥 半肥瘦左右 即是看到這個狀態 它蜜糖是挺重的 即是蜜味蜜糖是挺多的 它是焦邊叉燒 我嫌它未夠焦 不夠焦邊的香味 上面比較瘦的梅頭 它是比較柴一點 味夠香 而且蜜味很重 我覺得甜味會太多 一百七十元的這條叉燒 我覺得它可以做得更加好一點 這個 因為地方太小 沒辦法 我自己單手拿著這部機 一路跟大家試一下 這個就是 那個 蝦紅 其實它挺大碗 你看它是 麵碗 初步看 都好像挺嫩的 這隻 蝦紅 這些 再加少少辣椒油 就很棒 它裏面也挺多 而且都很熱 還有一些韭菜 正式的韭菜豬紅 這份就好像七十元 這個蝦紅 不差 而且吃的口 起碼沒有黏著牙 是比較滑 像一般外面的豬紅 它本身的質感是挺滑 它夾上去你就知道 其實是挺軟滑的 挺軟的 挺軟的 像蝦紅 這樣算是OK 而且香港就比較少 這個蝦紅 吃到 它的質感是不錯 可以這樣說 沒有渣 即是沒有渣 即是收這個價錢 都起碼要有這麼多料 它有十多塊 它有十多塊 埃子撈麵 即是果油撈麵 它這個份量就正常 我放了一會 上面是有點沖絲 麵質 初步看 其實都挺幼細的 所以麵主要是一些鵝油 拌進去 看看有沒有鵝油的油香 還有麵的質感 還有麵的質感 還有麵的蛋香味 可以沾一沾這個湯 很明顯 第一口入口的時候 其實真的感覺到 那個鵝油 有少少香 那種油分 而且麵的確是挺幼細的 如果純粹說麵 蛋香味不是很重 這個麵是40元的價錢 我覺得它份量算是正常 試一下再沾一沾 旁邊的湯再試一試 它這個湯有點鹹 好像一些腩汁一樣 如果給我 就這樣吃這個 鵝油拌麵 反而你還會感受到 比較獨特的鵝油 包著拌麵的質感 沖絲 主要是油分比較重 夾閘著一些沖絲 會令油不太膩 這個就放了一會 它本身公平說句 都暖暖的 下到來不是很冷 我現在看起來 是降溫了 因為我們放了一會 這個下裝 它下來的時候 都精神的 比較飽滿的 脹樸 外表看起來是OK的 皮的顏色是略深一點的 剛才姐姐跟我說 全部燒鵝都在現場 是立刻去燒的 這個燒鵝 底和容器一樣 它都是有些 鵝的醬汁 這些是本身 燒鵝的一些 鵝油 再自己再調校 這個腿位 就是下裝腿位 這樣看 這裡很完整的 切得都OK 這邊就是另外那邊 下面還有一些 墨墊豆 這個都和容器一樣 不過它就放在底部 這裡整隻腿位 它其實都沒有偷什麼肉 其實都是挺完整 下裝一向都是比較肥的 因為腿位內側的肉 骨頭對上的肉 都挺肥的 挺肥的 先說的肉質 它是挺酸 是挺嫩的 是挺滑的 鵝鵝鵝鵝 它是挺薄的 它是挺薄的 會不會吃進口 是甚麼質感 我和大家再嘗嘗 它這些 它不是太柴 你看到肉 油脂也挺舊的 油脂也挺豐厚的 我的鵝鵝鵝 我算是挺油脂 都算豐滿 有一點彈性 不會是 茄子 或是炒柴 近骨的位置,我想再試清楚 鵝肉的肉質是比我想像中好 所以質感是可以的 但味道跟容器一樣 那隻鵝的問題本身是 所以金香鵝的香味是退色很多 另一個問題是骨和肉的比例 骨的比例比較大 這是原材料的問題 其實我們這裡是下裝 可以吃到的肉質 實際上不是太多 我吃了幾件,皮就沒有起渣 只不過皮就不脆 燒鵝本身的來貨或供應都有所改變 不同以前的燒鵝 就是平常吃燒鵝的蒜莓醬 其實這個我一般吃燒鵝很少點 本身追求那隻鵝的金香獨特的味道 蒜莓醬其實有少許會解放很油 很膩的作用 這塊看得比較清楚 不算是乾柴,算是可以的 挺嫩滑的 是大鵝,但它是偏瘦 我可以這樣說 吃到的肉是嫩滑的 是滑的 不過味道就差一點點 我現在差不多吃完 因為很多人都盡快和大家總結一回 幾樣東西 總共是550元 燒鵝而言 不過不失 油脂是足夠的 我的金香味也是挺薄弱的 比較偏瘦 就是肉不多 當然肉質也不會起渣 皮也不夠脆 但也不會太硬 這個質素的燒鵝 我覺得不只是金牌 一定在這裏才能吃到 吃不吃得牌 我個人看法 如果真的餵這隻燒鵝 就不太特別需要來 鵝鵝來說 香港也是比較少有 而且它的質地可以做到 這麼滑,不黏牙 的確是有一手的 如果真的要排隊 我反而會排隊買這個 鵝鵝外賣 就會比較明智 沙燒 其實我可以和鵝 應該是一齊一拼地說 其實這個時間是3、4點 廚房外面的大哥 我剛剛在對面吃飯 但我也照直地說 燒鵝 旁邊已經看到 有烤爐在裏面 有燒鵝、乳豬 叉燒 掛在那裏 我現在吃完 我就覺得 它烤過燒尾的火候 還未夠 我吃完 叉燒 我就想想 你說燒鵝還未夠 還未夠 焦香的情況 鵝呢 你要再那個 溫度 那個時間 掌握得更加好 令到外層更加香脆 那些鵝油飆出來 會更加令到整個鵝 味道 層次會更加好 所以導致叉燒 不是太焦 不是那一隻 雖然它不差 我也要說一句 不是起渣 吃不到那一隻 你問我值不值得 要這樣的排隊 我可以多找幾間 大概不同質素 都可以吃到 今天就跟大家說到 希望大家都喜歡 大家支持 記得記得 快點給個like 還有還未訂閱 按個subscribe 鈕 吃燒味 真的不需要550元 金牌燒我220元 其實我們很容易吃 吃一個例牌280元 環境和服務 都會比這裏更好 好了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再見 拜拜 拜拜